今天我讲一个很多人都喜欢的糖水 就是红豆沙拉 首先我讲的通常我们的做法 我们会将红豆浸水浸过夜 然后就大火煮它 煮它一个小时 煮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转小火 然后就一直煮两至四个小时 很多时候的时间就是视乎红豆本身的大小 还有它有多干的 目的就是煮到它淋淋烂烂为止 煮完淋烂烂之后就用锡压它 压的目的就是过了红豆的衣 出来的就是红豆沙拉 这个方法比较免费 还有因为现在家庭比较小 有时你煮一大煲的都吃不完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个简而否的 就是超市的即食红豆沙 我会用4汤匙 然后加入等份的滚水 这个就是60ml 4汤匙 煮均匀 这个红豆沙它本身已经甜了 如果你觉得不够甜 那你可以自己再加这个砂糖 我喜欢吃红豆沙来说 另外它最好还有些豆 我介绍我另一个材料 就是这个瓶装的甜红豆 在一些东南亚的超市就有得买的了 我会加2汤匙 我会加2汤匙 那我们吃糖水就算上热辣辣了 就在微波炉里 一分钟 用微波炉热然后我搅拌它 你看就有一碗滚热辣的红豆沙拉 谢谢大家